好 赶紧来看来宾的答案 刚刚在广告中我们请来宾先写一下 今天的民调到底谁会胜出呢 只有黄委员不一样 待会要来问问 我们先问乃金 为什么你会选柯P 我想这很正常吧 特别是因为在这个民调之前的媒体民调 对于选民来讲是有很大影响的 包括友台的民调 还有这个苹果的民调呢 都显示是说 柯文哲是最有机会胜选的这样的人 那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选民来讲 其实大家都喜欢去投一个能够胜选的人 所以我认为柯文哲的胜面很大 一方面还有就是 因为姚文哲在辩论的表现不好 这个使得他在这场局上面呢 失去了一个优势 否则的话呢 其实姚文哲是非常非常会打选战的 在他在民营党的党内初选 赢过了顾律师之后呢 其实他有机会呢 可以胜出的 可是他后来显然他的盘算呢 走得不是够好 好的 黄委员你为什么要写这样子的答案 这是学运用语 姚大于柯 利大于弊 对民党当然是这样 我们觉得其实我当然对姚文哲有信心 而且事实上姚文哲是 他的民调是一直在上来 相对于连跟柯来讲 他民调是有点强固在那边 但姚文哲的民调是一直在上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您今天来讲 是有信心的 加上他整个姚文哲的整个 不管是广告媒体啦 或者说他整个的竞选广告 我觉得其实都有替他加分的做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 民调出来就知道了 韦哲非常地有民进党魂 对 那川委员他也是说是柯P啊 可是我们要这样子对连胜文来讲 威胁算是大还小 如果是柯文哲的话比较难打 如果是姚文哲的话 他落连很多 是比较容易打的 如果是姚文哲的话 大概连胜文就赢定了 但如果是柯P的话 我认为双方现在是五五波 会变数很多 对变数很多 哪些变数您认为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 如果是柯P的话 比较不容易做负面的攻击 所以面对柯P的话 就是双方拼哪一个人在市政上面 不要能够端出牛肉 所以可能是比较正面作战 对 因为很显然的 如果说是姚文哲的话呢 他一定是走到这个政党对决了 而且从这个姚文哲 谢长廷他们一贯的 这个选举打法的话呢 他会非常的 这个选战会非常的血腥 可是在面对柯文哲的时候 你常常会很多的东西 会想打到棉花里面去 就是你很难对他的人格 有些什么样的批评嘛 反而投射回来的 都会是在连胜文的 不管是阶级啦 富二代官二代这个上面 在这个部分呢 连胜文还没有处理的很好 我觉得未来